Hello,大家好,这里是阎浩翔,这是我的视频日记 今天是12月31日 对,2023年12月31日 是2023年最后一天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 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在台上跨年 然后现在我是在休息 因为我已经把上台之前的所有工作全部完成了 所以拥有了短暂的一个休息时间 然后大家也说很久没有看我的视频日记了 所以想着抓紧时间给大家录一个 然后 今天也是正好特别有意义的一天嘛 然后23年的最后一天 嗯 我今天 我今天也是在想我最近的一个 最近 因为每次视频日记我有时候是随便聊 有时候就会提前去打在当中大概构思一下 都会跟大家聊什么讲什么 我对你其实 嗯 感觉自己现在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状态 就是 嗯 有 有一个那个 感觉自己也很忙 但是 忙了一阵之后 又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的一个状态 当然 嗯 嗯 嗯 我觉得 我觉得那样子 我觉得这样一个状态并不是说没有意义的 而是 而是你 而是你 你也会 你会在这个状态中去 去 更好的理清楚自己想要去做什么 并且 嗯 自己 嗯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 这种状态 没什么太大的不好的 更需要在这种状态中去想清楚事情 做 我觉得 嗯 我能意识到自己处于在 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就说明 嗯 自己其实还是在对自己的未来进行规划和思考的 对 所以 我也没有太因为这个状态去有一些压力或者是焦虑 剩下的就是对24年的一些一些规划的一些准备了 然后 嗯 暂时还不能跟大家分享 不过 我相信很快大家就能知道 在准备什么 其他的 我想想 其他的我倒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了 反正 嗯 一会儿还会见面 所以 嗯 我们一会儿见 然后 期待和大家一起 嗯 倒数跨年 那么今天的视频日记到这里结束了 嗯 大家拜拜 这里是要想 然后 我会 我会 那个 嗯 尽量多去录一些视频日记给到大家的 不会像这一次这样再拖太久 嗯 那就这样吧 拜拜